大家好,欢迎收看使用Angela GIS开发Web 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高级篇的视图和路由 这里面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视图,讲究的是Wheel 第二部分是路由,是root 第三部分,我们另外就是把路由里面的一项讲了 就是一个location,什么时候该使用location 就是在你想对URL改变时做出响应时 或者是你在想改变当前URL配合路由使用 这一课我们比较长,我们首先来看一幅图 这是我们在软件开发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客户的需求是这样的 然后产品原型设计是这样的 产品经理也就是把产品原型定义得很完美 结果我们上线以后的产品 结果出乎大人,出乎意料 就是这三个相差的类别 这是一个软件开发行业中基本上存在的聪明 我们虽然说不是这一刻是讲这个 我们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成员如何去避免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避免不了 所以说还是课外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想的和做的根本都不是一致的 好,我们来回到话题 第一个我们就要讲 在安格拉GS之后引用 安格拉GSroot路由 我们要引入 安格拉GSroot.gs这个文件 你看,这是我在项目中引用的 这是第一部分 然后在ngroot模块加载声明 在 这个应该是在这地方我们声明了 ngroot这里 对吧 一般我们这里面说的都会有 这个ngroot 好,然后我们安格拉GS提供的一个win和autorize 两个方法来定义应用的路由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方法就是指向它 这个方法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有没有它就像一个default 在路由里面一个默认的路径 就是不管有没有我都会到这里面来去去执行这个 就是在没有找到的前提下 还是没有任何路由匹配的时候被调用 我们设置它一个默认跳转到一个路径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就相当于 rmoc里面的default 默认的路由 好,然后我们来讲ngview 这个是视图 也就相当于模板和视图配合使用 ngview是一个优先集为1000的中级指令 按照它GIS不会运行同一个元素上的优低级指令 如果每个模板当前的路由相关联 创建一个新的作用域 移除上一个视图 同时会被上一个作用域 也会被清除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不行的话可以放到网上 供大家可以看参考 作用域就是 我们之前有讲过 作用域就是控制器和视图主持人的交水 它因为作为数据传递的一个戒子 然后我们讲的就是这个lame 这里面讲的就是control 然后这些模板的路径 然后我们可以跳转到哪个地方 第一个讲的是control 这个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 如果配置对象设置control 那么这个指令的控制器 会与路由所创建的新作用域观点进来 如果参数字符型 会在这个模块注射过的控制器中 查找对应的内容 然后与路由观点在一起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声明的一个路由 它会跟我们这个 安格拉JSAPP 他们声明的一个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 他们执行的内容就是这个 当执行一个list的时候 或者detail 然后我们会执行这个动作 就是相当于一一对应 跟MVC里面的control 也就是ISB.NET 里面的control是一个原理 只不过是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声明 给它绑定 名字和这个地方是对应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很简单 不用老鼠 这里的方法一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模板 模板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在很早以前 我们也讲过这个方式 和直接可以把它 HTML解析出来 就是安格拉JS 会对这个模板 就类似于PHP里面的一个 晶态页一样的 然后把内容打到上面去 安格拉JS 会将配置的对象中的HTML 模板渲染到对应的 具有NG View四度的指令的DOM元素中 这个对应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看 我们在这个地方会设置 在index里面 我们设置着一个NGView 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地方内容 会替换掉 我们到时候 最后我们来演示一下程序的时候 我们会跟大家解释 应用会根据TML URL属性所指令的路径 通过XHR读取试图 或者从TimePlay卡其中读取 如果能够找到并读取这个模板 安格拉JS 将会模板的内容 渲染到具有NGView的指令的DOM元素中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看这个指令 会对应的找到这个文件 然后执行这个里面的内容 我们也就相当于内图里面的分布式 就相当于MVC里面 当代MVC里面的分布式图 它只不过是不一样的 就是主页面还是这个 但是NGView的里面的内容 它只不过是替换的一部分 这个就是代表这个 好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是跳转 好我们主要是讲几个重要的 这里是配置 接下来我讲的是视图 视图是那个模板 那个模板也就是你看 这个就是模板 类似于PHP里面的那个元素 我们把这些学好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PHP也能解释 也能解析这种语法 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 也就是我们的参数 这个地方是会变的 然后这个会套 这个模板会套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这个模板也会套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说它就是所谓的视图 叫做模板 我们不同的Ctrl对应的是不同的视图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一个Ctrl对应的一个视图 也可以一个Ctrl对应多个视图 好 然后我们来讲 视图模板是用HTML写的 就刚才我们说的 看得到一样 HTML是声明的 声明式的语言 视图来编写UI 视图不应该包含 不应该包含任何行为 因为控制器和视图 没有直接的调用关系 所以一个视图对应一个 同一个控制器 这对换夫 也是这个我刚才跟你说的 多个视图对应的一个控制器 也可以 就是一个控制器对一个多一个视图 但是有的人希望一个控制器对应一个视图 这对换夫 适配器不同的设备 比如移动设备和台式机 测试都非常重要 模型就是用来和模板结合的生成的 视图的数据 这个模型就是一个Model 在MVC里面 Model就是把数据打包成 传到Model这个模型里面来 模型必须在作用域中使用 可以被引用 这样才能被渲染 这个生成视图 这个东西 就是和MVC里面是一样的 也就是这个模型Model 其他的框架 和其他框架不一样的是 安格拉GS 对模型本身没有任何限制和要求 你不需要继承任何类 也不需要实现指定的方法 一共调用或者更改模型 模型可以是原生的对象 Hashi形式的 也可以是完整的对象类型 简而言之 模型可以是和原生的 JavaScript对象一样 你看这个地方就比程序方面多了 它模型可以是原型的 Hashi形式 也可以是完整的对象类型 这就比我们Ceshaft里面的灵魂多了 然后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No 这个地方我们声明了 处理元素这个地方 我们有个作用域 可以传出它的参数的ID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我们肯定还是讲的 这个Location 我们这个楼线是简单的带过一下 它基本上用在路由里面 这个路径就是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些它的方法 就是点Pars 然后这个方法我们可以看一下 点Hashi 变数 变数 这些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从找的资料 这个是我们在项目中 可以有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东西 因为比较方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和Windows Windows 那个Location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还有它还可以接 结合HTML5的一些API可以一起使用 懂我意思吧 它这个方法就是 我不用写UR 然后它这个地方就是代表我前面的 取它的一个路径 你知道吧 这个方面我们 就在写程序的时候也不用写死 然后我们可以取它的一个部分 然后可以可以拼接和组合加和减 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可以控制 这个地方我不做重量的介绍 但是也没有什么例子给你们看 然后我就把这个给你们看一下 不行的话我把这个可以发到论坛里面也行 然后大家可以有兴趣 就直接查一下也可以 其实这个暗卡GIS 那些帮助文章里面也有这个API的话 我们可以看了 所以说这个只不过是 简单的代表一下 好 然后 现在我们来整整整合一下思路 首先 我们运行程序后第一步就是加载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我们生成了一个指令 这个是我们DG课肯定讲过的 不用再熬数 然后引用安格拉GIS 引用文件resource 然后引用安格拉GIS 安格拉root 不得strap这个里面要不要无所谓 然后我们第一步就是引用这个组的 也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一个配置文件 就是view and root 然后加载一个apps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controller 一个单文件夹 然后这地方一定要写ngview 大家就知道的这个模板可以写 然后把这个文件创建好以后 这个文件编写好以后 我们要有两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一个list 这个文件的话呢就是detailed 你看啊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路由配置了以后 你看模板指向list 控制器是指向这个 然后它会循环 在这个list的时候会循环 你看ngrepeat 然后循环五个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数组循环五个数 然后它会生成一个list 通过list的请求 还要是list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传一个id过去 它就会接收到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会取到这个参数 那个id 然后放到作用域里面去 好 然后我们可以在detail里面 可以把它打出来 也就是这个参数 我们可以接收到detail的id 好 这个很简单 然后如果不管怎么样 它会authorized 可以到这个list的页面去 好 然后我们运行这个程序 大概的很简单 这个东西 因为配置了路由 我们很好控制程序的两个部分 就不用写多个页面 因为我们只要把局部的状态改变就可以了 你还没运行好吗 好运行好了 这是我的可口号 有兴趣的可以加一下 好 这个地方应该是 看下我们这个有没有内容 它应该会直接进去显示了 有没有 还在响应 有没有 还在响应 好 清单 你看 你看 这就是我们一个列表 我们可以看一下原代码 这里面没有内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代码里面有说 它是循环出来一个数据 也就是list 这个地方循环的数据 我们可以加一个e 然后保存 我不加一个e 就加到op op op 好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你看 这个地方 它是循环出来了 我们点进去 你是点击的第一个 点击的第二个 点击的第三个 好 你看 这个地方 其实 还要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路径 这个我们尽量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点击了以后 它会 你看 会改变吧 也就是我们在 请求的路径的时候 还会加上这个 锦号 斜杠list 然后我们去点击e 的时候 它会带一个杠 然后这个地方已经被它们 截取了 好 然后我们点击第五个 好 这样子 我们其实 页面没有变 还是那个 然后它的 直播是 Angela JS 还把视图局部更新了 你看 这一块 这一块 它是可变的 所以说 这个功能还是蛮方便的 这就是我们介绍一个路由和视图 路由呢 就是我们刚才写的那一些 GIS 所以说希望大家理解 这两个就是一个 视图的模板 这个就相当于模型 模板 然后 数据我们还没说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要把model 那个要与数据交换的时候 我们再来介绍这个 最后介绍一个root 怎么样传数据 然后把data打进去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相当于 这个地方是一个control 主要是这三个 这个是一个主页 然后这两个是个list和detail 这个是模板 然后这个是视图 我们看一下 我这个是路由 这个是路由 说错了 这个是路由 然后路由里面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问 一个是old list old west 好 然后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一定要配置好 这相当于 那个路由也可以控制 它的一个UR路径 然后这个地方是指向他们的模板的 一个地方也要配置 所以说不用多熬数 一个注意的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要声明 是myapp 第一步就是要引用这两个 ngrs root 然后这个地方要介绍 ngroot 然后这个地方要配置一下 它的路由属性 然后 一切就完成了 这个应该我已经讲了 重复了几遍 应该讲得很清楚 所以说 还是 希望大家去研究一下 好 感谢收到这段 等下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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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